在面临现代音乐及主流文化的冲击下 懂得自己传统歌谣或舞蹈的族人相继凋零 文化传承也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 但有一群人在基隆用12年的时间 不断地传承原名的传统乐舞 希望能在其老长辈还未凋零完全之前 将传统歌谣或舞蹈留在年轻人身上延续文化 来这个乐舞团之后 我有学到我自己的一些传统古谣 跟一些文化的一些知识 对然后也让我慢慢走向那个编舞的老师 然后又去带团去比赛这样子 会想要表达我自己 就是可能会想要把我曾经的经历 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样 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把我觉得 很有意义的事情做出来 透过一起站在舞台上 Nomida 基隆市原名馆乐舞回顾展 不只回顾基隆市传统乐舞代表队 12年来的点点滴滴 更将团员在传承传统乐舞上的 重要连结展示出来 爸爸之前就是每一年的风年纪 都会带这个情人带 然后就是有 他在临终之前 他把这个情人带传给了我 就想说对于文化的使命感 非常的重大跟珍贵 我在高山担任队长 然后我就是跟着同一去做那个 祈福 然后我不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 可是当下午听完之后 仪式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很感动 然后同步就把那祖杯拿给我 就说这个是能够希望透过我 让圆明班成为很好的班级 然后也希望我能够继续为 圆明文化发扬 每一次的展演或是练习的机会 都是他们在累积自己的 自己舞蹈想要呈现的那个能量 所以我看见他们为了自己 然后为了传承 然后去做的努力 十二年来基隆市传统乐舞队 借着展演学会了十九首歌 二十一支舞蹈 中间也曾面临为了工作 为了被看见而跳的过程 虽然乐舞队正逢转型期 但团队表示 转型不是起头更不是尽头 希望能继续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圆明的乐舞文化 一期新闻 咱们到这里 古金融市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观优 吗 谢谢大家 一 quand 看这个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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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